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好赏心悦目哦 现在职场上研制管理已经变成了一种趋势 也是职场管理的竞争力之一 美国有一篇论文指出 像骂好的人收入要比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高出12%到14% 此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也比较容易被录用 所谓研制管理无关乎美丑 而是你整体的外表有没有给人愉悦的感觉 千万不要因为过分邋遢 放任自己不去打理而减分 我观察年轻人上班族的打扮有几个毛病 我觉得可以避免一下 第一是装可爱 以为自己还在校园 所以穿着非常的小女孩或小男孩 比如说短裤啦 短裙啦 搭配球鞋就来上班 第二 太过随性的运动风 会让人家以为你是来参加运动会的 第三 是太过性感 比如说低胸啦 高差啦 或过短的短裙 就会让开会在座的男士 眼睛不知道要摆哪里了 有关外貌和衣着管理 这里也有几个小技巧 可以给上班族来参考 比如说对女士而言 我觉得简单的淡妆或裸妆 让自己的肤色亮白一点 第二上一点淡淡的唇膏 也可以让自己气色好看一点 那当然衣着方面 准备几套剪裁俐落的衬衫 搭配一条长裤 让自己可以看起来专业一些 至于男士呢 我觉得不见得要穿整套的 西装和打领带 而是干净整洁的衬衫 以及一条合身深色的长裤 我觉得是职场必要的 接下来我还要提醒 不管是男士或女士 都一样要注意几个点 第一就是一个有型的这个发型 你找一位好的设计师 为自己打理一个 适合自己脸蛋的发型 再来就是搭上一双 有质感的这个鞋子 最后最后别忘了微笑 对于颜值管理 我非常同意 只有懒人没有丑人 这种说法 我们无法天生立直 那么至少要让我们自己 干净整洁 朝气有精神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在意 自己的外表 那你如何要求别人 注意你喜欢你呢 所以让我们用点心 让自己变成赏心悦目的风景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